振兴乡村教育离不开老师们的无私奉献 但是再大的情怀你能有多久奉献 我们鼓励雷锋 但不能让雷锋穿固定的衣服上截上去 他也得穿皮鞋 他也得住有空调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乡村的教育资源不整合 小的学校不合并 乡村教育没有出路 你怎么可能有出路呢 谁去教也教不好 一个七八个孩子分了四个年级 所以把学校要集中到交通便利的地方 学校大了 有两三百个学生的学校 老师就愿意去 资源就能够集中 交通方便起来 优秀的老师就自然愿意去 所以我原则上希望在我们一起通过乡村教师的腊八戒 每年的换换 我们群策群力 共同参与 把那些不适合的建学校的地方 把它们往城镇靠 阿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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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尔